主料,面粉400克,鸡蛋4个,韭菜400克,木耳50克,辅量,油,盐,胡椒粉,准备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先把韭菜洗净,切碎末,把木耳浸泡洗净,切成细末,韭菜,木耳放到干净盆中,将鸡蛋或油炒碎,放到盆中,再刻上一个鸡蛋拌匀, 放入盐,胡椒粉,花生油,搅拌均匀,面粉中加入凉水和成面团,行十分钟,分割成橘鱼的剂子,按点,擀成椭圆形薄饼,第一半放入韭菜线,从内侧向外侧合上,稍按一下,用完沿着饼的边压一下,去掉边缘部分,放入布山锅中,用中小火烙制,定型后翻面,看着饼骨起来, 成细黄色即熟,烧亮,切开摆盘,开车磨,烹建技巧,用中小火烙制,定型后翻面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,或是更多相关资讯。